大小如同柑橘 果肉呈現螺旋狀 看來討喜又可愛 這顆就是今年賣最夯的 進口水果龍王鳳梨 和一般鳳梨最大不同 除了大小形狀 還有口感和甜度 龍王鳳梨吃起來綿密細緻 也不會有一般鳳梨 甜中帶酸的咬舌感 原始受到消費者喜愛 然後現在卻被驗出 龍王鳳梨的甜 部分竟是人造價位 也就是加了糖精 到近期的這5月6月的商品 其實才出現問題 對 那我們去經過測查 還有自主性檢驗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工廠 在部分的商品裡面 有去購買其他工廠的鳳梨原料的部分 代理進口的業者超無奈 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 然而從去年至今 以這家業者來看 就進口了百頓 換算下來 至少有百萬顆 加了甜筋的龍王鳳梨 早就吃進不知情民眾的胃 然而加了糖精的水果 可不止龍王鳳梨 是一種讓水 水梨會變甜的 有水果商就透露 除了先前士林夜市水果灘 現在仍有聽聞 少數不孝業者 仍在水果裡添加糖精 手法多是在水果刀上沾糖精 在分切時透過接觸 悄悄替水果加了味 另外一種是把水果 泡在一種加了蜜糖素的水裡 讓人以為在洗水果 其實只要半小時就能替水果加味 區域零售商 我們會先試吃 先試吃 接下來你就可以在那邊看 看它是不是給你做過手 或怎麼樣 是不是耐儲存 因為你儲存時間過久 它有加工過的 或動過手腳的 它一定會壞掉 一定會壞掉 所以當季 對 所以當季的時候 不想買到 加味過的必然水果 達人教授秘訣 除了親眼看 親口腸 還有盡量吃當季 就能避開加工的風險 此外 透過旺 文 問等方式 也能確保買到的水果 除了沒有加過工 而且是最鮮甜 藉政治中言禁語 台北報導